刺中对手的一刻,激动到连面罩都扔上。 现场观众熱烈风呼见证着巴黎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的诞生。 张家朗再次做出新烈的招牌动作慶祝, 香港剑神张家朗巴黎时间星期一晚上, 在巴黎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为面成功, 为港队奪得今届的第二金, 亦是继2020年东京奥运之后再度奪得金牌, 成为港队第一位连续两届奥运奪金的建议。 他可以获得赛卖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个人金牌奖金600万。 另外,他的中学母校林大辉中学将会和2021年一样, 透过林大辉慈善基金结出运动员奖励计划, 向他颁发码会一半金牌的奖金。 张家朗至少可以得到合共900万的奖金。 林大辉说张家朗外面成功除了是他个人的成功, 亦是香港体育学院训练系统的成功, 更是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精英运动体育政策的成功。 大大提升了香港在国际体坛的地位。 林大辉中学觉得很自豪, 并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可以为港争光作出贡献。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, 张家朗技术非凡,越战越勇,实战名归。 他却越的成绩令人振奋,令香港市民引以为榮。 陈国基亦在社交平台说, 港对剑神将家朗过关斬仗成功为免, 为香港剑击界以至整个体坛社校光辉的一业。 他赠张家朗功手兼备, 在力量、暴发、速度和技巧各方面都尽显剑神的水准和风范。 张家朗认证修读浸会大学体育及康律管理文学士课程。 校长为鼎功亦向他自冲心的祝贺, 说整个浸大社群以至广大香港市民亦感到非常自豪。 校长工程他人导 ideas 靖国文字视蒸池 我是这个人基督一代文 literary的 请绁予读浗会长工程 由于晋露者 Lond人